呵呵呵 今 去吧 Hello 大家好 我是Hanm 喜欢我的游戏频道 欢迎订阅点赞 开启小铃铛 今天是2023年5月22日 让这款阿呆请出展 这是一款休闲logelike 歌潮游戏 于5月14日开启布三档测试 阿呆被强带的怪物围攻 属于危险之中 简单的单手控制阿呆走位 在秘境腰巢中突出宠位 我们将踏上拯救阿呆的旅程 游戏玩法为肉鸽加鸽草加生存 击败一波波腰巢获得宝石 购买新武器与道具 相同武器可以持续合成升级 MAX为7级 最多装备6把武器 地图中的敌人将随机产生 在我们50秒的生存下来后 剩余敌人会被消灭 地上的宝石也会自动领取 除了阿呆外 还有斯派克 罗根 阿宝 桑尼可以解锁游玩 每个角色的初始武器擅长技能也都不相同 不同的角色武器搭配将产生不同的乐趣 接着就是我试玩的游戏画面与体验 好的 来吧 阿呆请出展 应该是露哥歌草啦 露哥like歌草游戏 我是萌星 我们来设定一下声音大小 这里要移动摇杆 我来设一下摇杆吧 呃 是可以边走边射的 洛哥游戏大部分都是可以边走边射可以打带跑啦 然后你吃下面那些绿色的宝石 应该是升级之后有洛哥的那个技能升级吧 他叫阿呆喔 闪避率攻速 这个好了 然后咧 41可以 买这个是不是 好有两把枪了 嗯好先这样好了 呃通过前六波前只开放武器购买 全买了 应该会有很多武器在周围吧 那玩过类似的啦也是 很多 箭啊枪啊刀啊在周围 然后那个 武器就有不一样的那个攻击魔石 敌人不是从四面八方包而是会从一个叉叉那边直接伸出来 这个还蛮奇怪的 跟之前玩的不太一样 之前也是那种地图是无限流地图就是你可以一直往右边走或往上走 呃攻击距离好怎么样 近战伤害 攻击距离 我现在的武器好像没有进战 好前六波只会卖武器嘛 去买这个 246可以装6把武器 玩过类似的也是大概装五六个武器这样 这游战伤害 这游战伤害 这游战伤害在那个 PLA310热门榜 有买榜啦 点几名 看得到 我有时候去那边看一下有一些我没玩过的热门榜游战就拿来玩一下 因为有些人会从那边找游戏嘛 那他找一找他可能会看到我的影片 也不一定 到目前还好没有很难 Boss战不知道 他应该是秒速到就会结束吧 好秒速到 然后那个 没有剪的话他好像也会直接吸过来 所以我是觉得好像还好 随便选 哇这个 这个武器有没有合成功能 果然有合成功能 他没有教我但是 玩起来感觉是可以合成 这个我先不要合成好了 哦哦哦越来越强了我的武器越来越强了 直接贯穿然后射程也比较大 射速也比较快 我刚好像是选走速 哦哦敌点也变强了 钱可以不用减没关系 过关他好像会给我 他也是会给我 所以我们就绕圈圈 呦 危险危险 危险危险 因为他是突然胜出啊 他不是从远远的靠近 比较不一样啊 跟其他洛哥玩起来 比较不一样 你看钱一定会拿到 所以不用担心 我觉得啦那个 是干嘛的 我觉得收获也不错啊 就是提前用拿到收获嘛 提前拿到收获我感觉应该 你看这边有个近战嘛 有个棒球棒 他变四 棒球棒就变近战啊 可是我刚刚没有跳近战 近战就是要挥击吧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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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戏叫做阿呆 请出战阿呆 阿呆啊 以前我爸爸朋友 原本是那一种 工厂的那一种 弱工的就是修理机械的之类的 然后后来因为那个 景气没有很好嘛 很多厂商都去 大陆 就是很像传统产业啦 就是 台商20年前都去大陆 所以他们生意就不好 这边可以加暴几率跟远程商 然后就开了一间卢味店吧 卢味摊贩 就叫阿呆卢味 我讲了这么久 只是要讲这个阿呆 阿呆卢味 不过他也蛮可怜的 我发生一些事情 发生地震的事情然后家里人就 死掉了 以前20年前台湾有个大地震 蛮多人 重点是 那时候 我有看到他去认识 就是 很多人都 躺在单架上 盖着帆布 盖着布嘛 这讲起来不就现实一点 现实层面就是这样 又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旦夕祸 你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事 他会自己加上去喔 你可以直接一直叠加就对了 变加3这样 我想说一定要1加1 2加2 3加3 我刚一开始这样这么冷 然后这个是 道具 我道具 买的会怎样 道具 我们道具可以使用吗 还是只是装备而已啊 他的 肉哥哥草 比我感觉 比较偏 装备 不是那一种 技术型就是要一直躲避啊 然后一直肉费 你要选队啊 然后一直 无限流这样刷 他也不用去剪地上那个绿宝石 就是慢慢变肿嘛 变得 会觉得 比较有趣一点 不然你肉哥草你玩久 也会觉得 就是那样 什么吸血鬼 是叫什么吸血鬼啊 忘记了 前阵子是打打英雄嘛 什么吸血鬼 幸存者 然后还有其他的啦 还有其他的 比较有名的就是从国外过来 就steam游戏 改成手游版的也有 互甲暴击率幸运 幸运不知道干嘛 这边还有一些 能量腰带 我们看一下 这个应该是不能用吧 就是你武器还有装备都可以买 还可以刷新 还有折扣 他就给我感觉比较偏 偏 偏装备 比较偏装备 技术 游玩的这个是还好 就是随便 跑一下就可以 Logalike也还好 就是没有太多的那种 特殊的那种技能 都是强化的 加暴击率啊 加血啊 加护盾啊 加攻速啊 加走速啊 主要是靠你的武器跟装备在做变化 你捡到这个绿宝石之后就是去买那些装备啊买武器啊 然后去提升啊 你看我真的秒不掉他们的 那个熊熊秒不掉 越来越难打 这游戏玩起来还是还OK还不错啊 目前位置还OK 毕竟都敢买榜嘛对不对买榜要花钱 OK 看你要有保留可以卖掉 生命恢复 慢慢恢复吗 我觉得收获很重要吧 感觉收获蛮重要的 就是你越早用的话 收获越多嘛 这边就是要存活50秒 他也不是说一定要打死敌人 就是你是存活就可以 稍稍难打 你要注意哦 怪怪会换地方生 不要把自己逼到角落去 哎哟 你看我会慢慢恢复嘛 我的血会加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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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加1加1是减到那个绿宝石 我受伤了啦我受伤了 因为我刚刚在看时间 我玩了11分钟 好我们待会看可不可以先跳出啊 就故意死掉 怎么样 呃闪避率伤害 地球波 好像只能这样哦 只能下一波没有其他功能 然后这个直接卖加伤 近战的 明白说他直接合上来 变加7哦 好好像boss来了是不是 第10关是不是有个小boss啊 不知道 这家伙是不是boss啊 应该是哦 boss加小兵 哎哟有弹幕 哇我快死掉了 我快死掉了 哎哟打的好痛啊 哇好痛啊 不过我也在回血是不是 应该是我有吸血吧 我刚刚有选一些装备有吸血功了 快死了啦 不过时间也快到了 时间到他们全死 哦全死 所以你就是一直跑就对了 吸血 2% 全买啊 好 那我们就 看一下首页吧 哼 呃我们先回首页 因为我没有打完所以我没有收益 他的意思是这样 这会比较麻烦 因为我说要介绍游戏的时候 你如果退出 有些功能就没开 来 这样好了我这边先暂停一下 我先暂停一下然后自己先 再玩一下 看怎么样 好第12关过了12分之10有一个boss 所以第10关是小boss第12关是大boss 大boss的话没有秒数你一定要打死他 还算简单啦就 繞圈圈他就死了 他会有一些aoe有一些 弹幕攻击 这就是我刚刚说不能跳出去因为我跳出去有一些 教学就不会引导可能就会变成说要重来 因为我玩过好几款look like都是这样 好一只12过了嘛 那这边可以买这个超值礼包70元 好商店应该有一些free的让你先领一领 Bingo 好武器 武器卡牌 好 这个是 目前的解锁 天赋解锁 然后这可以升级这些卡牌 那你要开宝箱 开宝箱用红宝石开宝箱才会开到这个卡牌 武器卡牌啦然后你就可以升级这样 升级会加一些攻击力有没有 加一些攻击力而已 啊 15分之2 就2级啊 2级 然后这边是我们现在第1关过了嘛第1关有12小关 然后设置看一看 呃这边有Facebook和Google 还有这个礼品嘛 不知道 现在不知道可能要去脸书找找看 然后这个应该是任务 好通常任务 成就任务还有这个日常任务 好新人签到开服挑战7天吧 是不是7日7日挑战1234567 这游戏还OK就 行啊 行啊 好那我们就试玩到这边 想问大家我会把下雨天前放影片下方资讯栏位 那有没有脸书不知道我要再找找看 好的我是哈姆喜欢我的游戏频道 欢迎大家订阅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咯 大家拜拜